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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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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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今天的三天课就是化身快乐功能 要来体验看看你的箭道 来 要不要感受一下我的箭压 有吧 秀一首咯 有没有 这个想死 我还没有死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体验箭道这个项目 当然呢 也请到我们道馆里面的 真人版女箭侠 Sher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erry 我是一名箭道专项运动员 目前是南投县箭道代表队 建林16年 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认识箭道 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箭道专项 Sherry 嗨 大家好 你说建林 16年 16年欸 你学一样东西 有没有学16年 不容易 而且你对它要有很大的热情 非常大的热情 而且要有兴趣 要觉得它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三个上一次才去 就是体验过极箭 是 然后我们是单手 单手磁箭 是 然后今天变成了要双手磁箭 没错 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 这个双手箭它的握方是怎样的 对 我们右手在前面 右手在后面 那我们脱口都是朝上 那记得后面 这个左手是顶在最后面的 像这个箭尾啊 手指头跟手上顶着 是 箭尾 是不是因为我们可能 现在会有这个刺的动作 是 然后可能 欸可以顶着 没错 有一个部位 弓箭部位就是红的 弓箭 对 蛮重夷的 那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我们在比赛剑道的时候 是 如果单手拖箭 这样算可以 不会 箭跳在地板上 整个箭都要路上 所以我 我可以变成单手 对 单手可以 这样是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有单手的打击 但是那是可能比较有 你专门的练习时间有特别留乱 超酷喔 我们都是双手 双手的实践道 对 我们握法会了 那脚步就不会了 脚步我们就是 右手白白 右脚前 左脚后 那我们中间 尽量是隔一个拳头到一个半 哦 这么窄啊 对 没错 太开的话能够好攻击 那我的脚尖 会朝 两只都朝前端吗 没错 所以你的后脚的人 一般当时 因为后面那只脚会歪歪的 但其实我们一定要它 一阵 可是它是长这样 啊后脚是 哇 刚才你这有一个 健康的脚步耶 可以垫起来 前脚也是 后脚也是 然后你前面那只膝盖 可以稍微微微的弯 不一定要伸那么直 因为伸太直的话 你可能会多好前进嘛 对不对 那代表它就是 只有前脚这样 在动 那一般比赛人 三到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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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有得点 有得点就赚了 我们会有三个裁判 一场比赛 会有三个裁判 那如果有得点 所以我们都会举行 那我们就会再回到原本进场 原本开始的位置 然后再开始 那一场比赛就是三战两胜 先得到两分的人 就获胜 那你说我们可能 身体的分位置 全部都是一分 都是一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两分钟 没有什么 活节 活节打击 都是一分 看一下 他们超用心的 竟然帮我们做了这个 杏骨带 姓名 这个叫杏骨带 你看我们专属的 三件课 盖衣 三件课 钥匙 三件课 三件课 波波 在这边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 着装完成了 那为什么要先着装呢 因为等一下老师呢 他会带我们示范 跟练习一些 攻击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个护具 要先穿好 所以比较安全一点 有没有看到 我们旁边有一尊 这个木人装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这一尊就是 197个可活动关节 这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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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好 这边 这个剪得下来 是可拆式的 可以这样把它拿下来 然后放上去 这一尊 卡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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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股道的东西 入外 大家要说的是 MAT 头部 肩 手部 肚 肚 肚 那还有一个喉咙 超过喉咙 OK 那我先简单的 做MAT的打击 好不好 面肢的打击 头部 脚一样好 右脚伸多脚后 打击 你的肚子 看什么 啥子 是这样子啊 这个大声 我以为是 OK 然后 轻力的脚迅速的 右脚前脖脚后 后后跟上 中斧 这是中斧 好 有效法 其实 逐渐的前面这段 你用这边打不太深喔 用这个 前面这一段 它这里有一个 中间皮 中间皮到目前间 就是这一段 炸鸡 面部 那如果是鞋或是你抓掉 中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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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 到的换眼 有段 打击的手梗 你一开始就好了 你打到的时候才很MAT MAT MAT 那什么 对 很轻轻的 甩下肩 手腕 再一次 手腕 手腕 不要全部整个压盖 欸 不错喔 这样 那这个距离挡力 对了 好 登 这个打击可以 但是手腕高一点 对 我觉得身体放松一点 你不太加密 没有那么需要 这么像 你们学的什么 我挤手 不需要那么用力 其实放松 放松点好吗 诶 诶 诶 口堆的有效打击 是右手的这一部分 拳头不算喔 那当然更不用说是 手臂这边也都不算 左手没有 左手要超过我们 人的头上 这个时候做打击 才是有效打击 但是都是在手腕这一块 对 就是这一块 哪只手在前面 他就是可以攻击 对对 然后我们中段对中段 其实 你看我们整体中段对中段的时候 最近的 攻击不会等 其实也是前手 没错嘛 对不对 那我们脚不一样 你们刚刚要 怀部的话 送足怀部 一样 直到头上 右脚不一致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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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蠻溫柔的 他在蠻溫柔的 他在蠻溫柔的 這會胖 會 他在哪來胖 來 你是這樣 你可以試一次 沒有 我是這樣 這一次給我 而且你要用這個位置 你要用這個位置 這骨頭吧 不然這個蠻溫柔的 平一點 OK 他這樣比較有打擊面鏡的打擊 我覺得臉的壓力很難 有什麼類似 我覺得他的打擊的力道 非常標準 老師你打一下 該體驗一下 真正的打擊 體驗一下老師的這個 OK 我們過來 我趕快 OK OK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可以嗎 還好啦 我用手 那 再介紹 第三個打擊有效打擊五位 好不好 動 肚子 我們手舉在頭上好不好 那 你的腳絕對不是像剛剛man一樣 都得一樣的甜 我們要往 右前方 我們才不會去動到他 手 直接往下 那動肚 他的身體 順著過去 那喊動 拉長音 動 對 可以嗎 那記得 再你要 我反應 這個時候 你要拉過去的時候 你不用太僵硬 稍微的放鬆 真的是 過去 這邊 我會 我會 我會騙你一樣 動盡量就是這個地方 你可能都打在中間 比較多正 對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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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鬆 打鬆 應該稍微有點不舒服 因為你的肩肩是打到他的胸的部分 讓你肩肩不舒服 你 我不會鳥啊 很難 很難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很久 那防手其實最重要就是用你的肩肩去擋 你 你絕對不要放大動作 哦 你動作越大 你受害越多 不管你擋用的部位 你稍微動作 不要太大 按用著肩肩去擋住他的肩 就可以了 不要有大動作 讓你的自己的擴展 會越更多 好 來招 你的肩肩可以在第一力 好 來 來 手部的話 基本上 我覺得只要 你要打 打鬆 稍微往外 往外移 就不見了 口袋 哦 手扭一下就把它撥掉了 欸各位 準備好進入實戰隊練的部分了嗎 你真的有在學啊 那大概學多久你可以 就是感覺你可以這樣子互打 大概要學就會覺得 我覺得還是要看個人 每個人的天分 資質不一樣 就像健成也一樣 任何運動都一樣 我可能說 平均值 平均值 快的話半年 三個月到半年我覺得可以 真的是要看資質 真的 Machures是看資質 你有遇過 他練習最短時間 上場比賽 大概一年之內 就有 這個一定有 但這個可以 是不是可以問一下 哦 這個見到天才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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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練習多久就上戰場了 最短時間 最短時間 大概是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而且還 上戰場 那還不包含輸贏哦 輸跟贏是可以上出打比賽 對不對 還不包含輸 光是要上去比賽 就已經 門檻就已經高了 天才教練 你本能是多快就可以上戰場 我大概 三四個月 但上場就被電了 哦 可以上場 但是一開始被電了 沒有 天才型的 都要三四個月 而且上去還是被電了 哦 那你們這樣一個下午的話 一個下午 等一下肯定被電了 滋滋叫 滋滋叫 沒關係 我就站著讓你對你就好 然後你要打準就好 哇 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邊 第一回合 我們波波 我們波波對上 我們的老師 Sherry 第一回合即將要開始 那今天呢 我們的場邊裁判呢 是我們的 艦道學長 天才學長 天才學長 天才型的學長 哇 那麼比賽 準備開始了 準備還有八點會 那好啦 那我先閃 再來是這樣開始 我覺得 我可以一聲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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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要怎麼做做嗎 沒有啊 你肚子被砍了一招啊 這樣上面 兩分啊 所以 因為剛剛他的痘 就是沒有很漂亮 所以我們沒有採撥 所以裁判其實我沒有去判之前 你再放進去的時候 只要我們裁判有聲音的人 你才算這樣 所以波波等於他剛剛自己 就算結束了 他自我放棄了 當然這時候有時候裁判覺得他放棄 裁判也會跟著好你 你覺得不想要 他就覺得你得了 對對對 裁判這時候有一個可以決定 好 不用分鐘 優美 不要 掃一下掃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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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一次我放棄 等一下我敲到他不好意思 啊 因為我敲到他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哦 哦 小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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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真的覺得 菜肌打真的會很好 很好 哎 哦 還好 還好 但通常我們在場上真的打 真的不小心 打傷對方 打不對地方 我們下來 再去say個sorry就好了 其實在場上 我們沒有在什麼不好意思啊 怎樣 就會直接被打 因為沒辦法 難免 對難免 就算我練這麼久了 我也是有可能會打錯地方 滑掉什麼的 比賽 有時候緊不緊張 我們剛剛在場邊看啊 我們看 他們比賽得分 真的勝敗是在瞬間 是真的 剛剛兩次我們的那個Sherry 我們的老師呢 得分第一下 我們的裁判都是沒有判 沒有判 沒有判 沒有判分 他覺得這個動作沒有做到很完整 很漂亮 所以就沒有給分 然後沒有給分的當下呢 波波剛剛就是有點自我放棄 欸好像結束了 我剛剛打到他肩膀了欸 不好意思 然後那個老師馬上就去 追擊補刀 給個man 所以打完要趕快轉換 沒錯 對不對 轉過來看對方 看對方 對對對 一定要迅速 等到台上還沒喊都不算 原畢我偶爾就說我一次換你錢 就不會這樣子 要是 等一下你要上場 你對於這個建造有沒有很信心 我就是想辦法 撐越久越好 撐越久越好 還是防守就好 因為我們攻擊其實 也沒有練得很好 如果 如果我們真的去打了 然後 打歪也不算分 然後 這時候很容易被反擊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直防守 就好 至少撐一分鐘 我們的Round 2 有我們的 鑰絲 我們的Sherry老師 開始 那大家準備好了嗎 OK 好 那我先閃 你覺得可以撐多一點嗎 我覺得 我覺得以鑰絲來說 它 攻擊性很強 可能可以撐多一點 可能可以撐多一點 它 它就只有一種防守路線 可是 可是它一直 它一直圍戰斗有沒有 就是 老師其實也很難 精準有跳的 他有出到怎麼防守 鑰絲進攻了 鑰絲進攻了 鑰絲在歸 鑰絲大戰術 他在歸 鑰絲 我看他打到哪裡 裁判剛這打到哪裡 鑰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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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絲他的 鑰絲能不能拿一分鐘 對 他一手都很準 他可以擋 中了 好準喔 這個很準 他在那邊扭來扭去 然後你man還可以打下去 我覺得他這個第二下打那個man很漂亮 打得不錯 他反而觸攻擊我可能會比較難 他準備攻擊的時候被打到無怪 因為他準備攻擊投影往前 他剛剛圍戰斗很多 他會一直投影 然後你會變成 就是打得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精準 那麼有效 其實你一直躲他也打不太大 我們應該聽一下 你要幫天才裁判的分析 剛剛這場比賽 我覺得要是 其實 比較可惜 因為他比較少出手工作 就跟投籃一樣 你不出手 完全不可能會進球 那我先 你解一下這個遊戲 好 那等到你想要出手的時候 畢竟是第一場 畢竟是第一場 畢竟第一場 都會還在摸手 然後看一下 對啊 他脫一鍵點手是回來了 有時候看著看著就輸了 man的口袋 我先會念成 做 man的口袋 動 你等一下有什麼修律 man 口袋 動 你一直彈man 然後一直彈他的手 man 動 man man 口袋 動 man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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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動 口袋 口袋 你腦子 你腦子現在有問題 man 這個就是 man 你腦子現在有問題 man 他一見到 敲腦敲到壞掉了 腦子壞掉了 你腦子壞掉了 第三場 蓋衣VS老師 蓋衣你準備好了嗎 口袋 man 動 好 這要裝掉你 不要忘了 老師準備好了嗎 問題 好 那就來吧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你沒看他手被打到嗎 牛排 摳隊 摳隊 我剛才被走到那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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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感覺有很多下 在被打面都沒有 裁判都沒有喊 因為他有打不到 喔 修我了 台語你覺得剛剛跟老師對決的這個幾回合你感覺怎麼樣 固定 面 動 喔 我覺得這個專業就是 你真的要很長時間訓練你的肌肉記憶要很強 你反應要快 你要知道下一步要幹嘛 你不能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我剛剛很多是我第一個動作做完之後 我後面其實可以做其他動作 但是 我一時間連貫不起來 像剛剛第二分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 他很多連擊 他map 一直敲 一直敲 一直在移動 我就很被動的一直打 但我其實應該可以做更多事情 我可以拉掉 你可以連擊 我只是 我也可以 隔到馬上去反擊 但是 我剛剛 就 面對突然這麼多連擊過來我會比較慌張一點 非常好 而且老師打得非常準 他都沒有打我其他可能會打到我roll的部分 他就一直攻擊我的man 所以是 完全沒有感覺對不對 就是很好玩 很好玩這個體驗 我們經過了這個下午練習 然後剛剛有跟我們的 有見到老師呢 對練能力的規格 那感覺怎麼樣 就很壞 可是我覺得那個速度 真的有一點好玩 你還沒來得及反應 思考 你要做什麼 他就來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也是基於第一 那些 習慣性那種反射會不會 老師老師 你覺得三劍客裡面誰是 最有天分的劍客 最有天分的話呢 我覺得是要做 喔 哇賽 對 他的優勢有什麼 欸我先講 我在教技術的時候 他的 打的力道 我覺得他不快可以理解我 說怎麼樣去去 那個 然後其實剛剛的比賽 當然你們也不差 只是他使用的方式是 他比較不會先主動攻擊 這個在比賽上面 也有好多快 因為零攻擊就沒有能力 但是你 一要攻擊的很多的漏洞 或戰略 也許就會被你對比賽倒 要論氣勢跟有在動頭腦號 不是概念 對比賽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用點腦頭 不是主動 不想事情 對還是要想一下 要攻擊怎麼樣 下一步要幹嘛 你要很專注在 對手的每一個小動作 是不是學長 你們平常會 可能冥想啊 或是打坐 喔 那類的嗎 會 我們上課前 上課後都需要 打坐的冥想 等我們見到 始於嶺 終於嶺 那我們剛剛在那邊 調皮頭的 是不是 太失禮了吧 沒錯 太失禮了兩位了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我們心中雜念太多了 沒錯 我們就是練不緊坐 我們應該 砍在一起 我們心無雜念 我們不是為人要調皮 所以我們可以吃 我們心無雜念的調皮 這位施主 幹嘛 好 今天呢 也非常感謝大火五道 見給我們一個 這麼舒適 這麼乾淨 這麼棒的場地 來讓我們做練習 來讓我們拍攝 最後也是非常感謝 謝謝Sherry老師 如果大家想認識老師多一點 或者是想要認識 見到多一點的 都歡迎 追蹤Sherry老師 他的成為努力 想學見到啊 大的小朋友 都可以 謝謝思學老師 歡迎 今天謝謝我們天才學長 謝謝你們專業的 今天裁判 謝謝大家 好 那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務你們 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SKY 波波 Sherry老師 天才學長 Sherry老師 下次見 掰掰 掰掰